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全9月4日公布 政府决定延长补检计划4天至9月11日 聂德全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检测中心运作情况 计划仍有延长的可能 但不会超过14天 聂德全指出 截至9月4日上午11时 已有91.7万市民在网上预约检测 已预约市民的出席率超过90% 其中52.1万人已完成采样 最早的11点在网上成功预约进行检测的人士 有大约91万7千人 今日的141个社区检测中心 有54个今日的预约都是额满的 而在今日至到7号 也都有27间的社区检测中心的预约是额满的 叶德全强调 政府决定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时间 主要考虑多个因素 包括参考过去三天运作经验及地区情况 有些检测中心延续7日预约爆满 其中部分检测中心近日已经增加了名额 但仍然爆满 我们是决定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是四天 在141个社区检测中心当中 会有19个 在9月7号之后 就是完成 就不会再使用的 换言之 在我们延长的四天 9月8号至11号的四天 在18区 仍然有122间社区检测中心 提供採集样本的服务 也得全呼吁 特区政府并未就普检计划设定目标 但本着愿检进检的原则 呼吁市民积极参与 普检计划目标 旨在检视社区感染情况 满足希望得到免费病毒检测市民的需求 他强调 推行计划既可以让市民求个安心 也可以检视社区感染情况 以考虑放宽防疫社交距离措施的可行性 同时为防控秋冬季疫情爆发做预演 并未早日恢复和内地的跨境往来创造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